一位是來自《鴻海行動》、《飛駛人生》、《極愛一些最大人的初戀》等多部影視作品的新年演員 一位是來自《一席攻略刀》中《無暗場》裡抽牌的《威英洛》 他們是誰呢? 掌聲有請我們的男女主演《斷然》的扮演者黃景瑜以及前新系的扮演者吳景妍登台 有請兩位歡迎 歡迎兩位來到廈門 來 請 我們先自我介紹一下 女士優先 呃 這麼大聲 呃 大家好 我是吳錦 呃 首先呢 要真的是特別感謝和這麼優秀的團隊一起合作 還有我們的導演 飛駛導演一起合作 呃 因為剛開始就是這項目的時候到今天開始 嗯 從剛拿到劇本到昨天劇組 在一起不停地受造型 就整個過程我已經感覺到了我們這個劇組 以後未來的日子拍攝了一個氛圍 就像導演說的希望它是不一樣的 但是裡面有青春 有堅守 有一些關於夢想 這種的堅持是不變的 但是不一樣是什麼呢 就像我們今天你們看到的我們每個人上穿的這個T恤 就是我們今天的組 它的這個造型和這個logo的設計 其實我剛拍的時候我也覺得挺好奇的挺神秘的 這是什麼 這部電視劇《新春創世紀》就要告訴大家這是什麼 她其實 這身高其實挺頒配的 真的是 都在我們身邊啊 其實大家非常近的一個職業和一幫年輕人 在創業的年輕人很拼的年輕人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去追求他們的夢想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 然後我在裡面飾演的女孩叫做錢希希 首先我當時接著角色的時候 也是被這個名字給渲染到了 被感動到了 我也希望我飾演出來的這個女孩 比像她的名字一樣 一種有感染力 信錢 不是有錢 是她在賺錢 在拼命地賺錢 所以 希望這次的整個拍攝周期 我可以飾演好這個角色 帶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青春創世紀 謝謝 謝謝文景妍 然後請問我們的段總黃靖瑜 你在這個劇當中的演出 大家好 我是胡錦瑜 我在這個青春創世紀的公司 但我是一個創二代 創二代 我自己創業比較厲害 生活沒有認常的 然後 跟這個錢希希之間 有一些講得清楚的故事 因為是非常給新年劇的重點的感覺